原标题 他是杨虎城帐下第一猛将西安事变后 他极力营救杨虎城众所周知 西安事变拉开了国共联合抗日的大幕 这场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 也因逼将抗日而扬名 但可惜的是张学良被软禁的大半生 杨虎城也被解出兵权 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囚徒生涯 最后被秘密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两人被关押期间 其部署和亲信都曾积极营救 比如孙卫如将军 就曾为营救杨虎城而奔走呼喉 可惜因老蒋的最高命令都成了无用功 实际上别看孙卫如还在为杨虎城操心 殊不知他自己也早已经被列在了老蒋的黑名单上 原来当初策划西安事变时 张、杨二人虽然是领导角色 但这其中也离不开孙卫如等人的鼎力协助 作为杨虎城手下的第一猛将和重要心腹 早在行动之初 孙卫如就被告知了全盘计划 由此可见杨虎城对他的信任程度 而在亲闻准备 逼将抗日的计划后 素来主张一致对外的孙卫如 丝毫没有犹豫 立刻表示全力协助 从西安事变爆发到后来和平解决 孙卫如一直担任着西安城的戒严司令 其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 展开全文实际上 一致对外抗日的想法 孙卫如早已有知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 他就曾多次联合杨虎城等人致电蒋介石 要求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 在他的驻地赏干一带 更是奉行互不侵扰的策略 想着法子糊弄蒋介石的搅供命令 甚至还曾多次和徐向前等人就过书信望来 只可惜 无论是张 杨还是孙卫如 都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狭隘心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 张 杨随即遭到报复 一个被软禁大半生 一个被囚禁十二年 孙卫如虽然还没有遭到报复 但也是小邪不断 不仅被扣押 兵权被分割等等问题 接连不断 即便如此 也没有浇灭孙卫如的抗日决心 当期期逝 变得消息传来后 孙卫如积极请战 部队出发前 孙卫如举行逝世大会 向陕西百姓庄严宣誓 于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 舍身家性命以去日寇 是与日寇血战到底 他闻黄河水长孝 不求马格果施还蒋介石 虽然批准了孙卫如的请战 但也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就是消耗掉孙卫如的部队 让他当炮灰 借日本人之首除掉孙卫如 1938年7月 日军集中数万兵力 对中条山地区展开猛攻 自此长达两年之久的中条山抗战 拉开了序幕 而坚守在此的中国守军 正是孙卫如将军和他的第四级团军 在长达两年的抗战中 大大小小的战役达数百场 第四级团军伤亡比例超过七成 硬是凭借血肉之躯守住了关中之地 就连日军本部的军事汇报中都曾感叹说 守备中条山的部队虽属杂牌 但其战斗力颇强 不可轻敌 中条山抗战 赢得了全国人的盛赞 孙卫如将 军也凯然作辞一手满江红中条山抗日 立马中条 长风起 渊渊带骨 怒接烈 倒一小丑 黄石耀武 锦绣江山被揉剑 前黄昼已遭处苦 莫勋勋 迈不赴沙场 宝江土 秦欧缺 知首补 心就恨 从头树 挽狂澜 做个中流抵柱 搅决天骄身正义 扫除剑逆青腰中 姬生平 大汉运芳龙 石当武 不过 虽然在抗战期间 有着如此卓越的发挥 但孙卫如 依旧不能为蒋介石所容忍 在1945年12月之后 便被委任一些贤职 告别了一线指挥 值得一提的是 孙卫如将军除了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胜利勋章之外 还获得过美国二战金智自由勋章 这在中国的将领中 可是不多见的 1949年 天下大局已定 蒋介石邀请孙卫如一起走 但孙卫如当然不会听他的 暗中联络我党人士 顺利其意 建国后 孙卫如担任过陕西省副省长等职 于1979年7月2 昔日去世 享年83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